只要小手指一動 你就要拿水給我喝 你們訓練狗嗎 你們訓練狗嗎 還有臉面對好朋友大S嗎 悲劇是這樣發生的 這才康永在西瓜視頻的節目 2021遊一說一 談論人際關係 請看VCR 我的一位朋友大S小姐 她只要手指頭動這一隻 助理就會把水拿來 動這一隻 助理就會知道要補妝 動這一隻就會知道要批外套 因為她正在演戲 她沒有辦法轉頭去說我要喝水 所以她是靠這暗號來跟助理聯絡 只要小手指一動 你就要拿水給我喝 你們訓練狗嗎 就是 這不是對待人的態度 所以如果把人訓練成這樣子 那不叫做他懂你 他只是被你訓練完成而已 所以呢 放掉這些神話 A就是這段演講內容 引發網友討論 蔡康永 向蘋果新聞網表示 我不知道這個演講 被剪成什麼樣了 但是顯然被斷章取義 也下了很扭曲的標題 造成對大S的傷害 我鄭重向大S道歉 事後她也在IG還原事實真相 表示原本演講時說 女生期望男生能夠查嚴觀色 什麼都瞄懂 像是俯首瞄懂頭首的暗號 助理瞄懂演員的暗號 我講到這裡時 提到了大S之前參加康熙來了節目 講過的工作情況 我提到女生不應該這樣要求男友 不該像是訓練狗那樣的訓練男友 她自省應該預防被移化節目的可能 這完全是自己的錯誤 非常對不起大S 江湖上一起漂流 大S也回應啦 我本就是天生健把啦 不怪康永哥 我還是很愛他喔 大S在工作的時候 非常講究效率和紀律 所以都跟工作夥伴 彼此用眼神和手勢來溝通 她認為這樣的工作模式 可以早點收工 就能早點回家躺著 娛樂動新聞 退出演藝圈了算了 報導 很久不久 我們要講究所 在工作的工作 中央 Kon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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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urin